盘点NBA自毁虔诚的十大球星 拥有百年难遇的天赋 最后统统成为笑柄 第十位 麦尔斯 布里奇斯 布里奇斯可以说是少数几个 非常倒霉的球星 因为他在即将获得上亿美元合同的时候 却直接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021-2022赛季 布里奇斯打出场军 20.2分7篮板和3.8助攻的数据 据说当时黄蜂队想为他提供一份 4年1.3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但在2022年那个夏天 布里奇斯不断有不好的新闻被传出来 他被拍摄 经常出入夜店和酒吧 甚至在里面大打出手 2022年6月29日 布里奇斯因家暴被洛杉矶警方逮捕 并且被指控 当着他两个孩子的面 殴打他的前女友 最终布里奇斯被判三年缓刑 他不光缺席了整个2022-2023赛季 更是丢掉了上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今年夏天 黄蜂队只给了他一份 一年79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第九位 塞巴斯蒂安 特尔费尔 这名球员 估计很多人都不认识 他是2004年的首轮第13顺位 并且还是马布里的表外生 他是著名的篮球天才 9岁时就已经名动纽约的街球场 本来他有着大好前程 但在2007年的时候 他带着孩子在路上超速行驶 被美国警察拦下之后 警察在他的后车座上 搜到了一大堆枪支弹药 后来塞巴斯蒂安被指控枪支重罪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随后就被球队交易 可他依然没有学乖 几天之后 他再次犯案 直到2015年 彻底被NBA除名 但退役之后的他还不老实 在2019年塞巴斯蒂安 再次被指控携带枪支罪 最终他被判处 接近三年半 第八位 奥利福 米勒 米勒是1992年的首轮22号秀 他在还是新秀的时候 体重就超过了280磅 换算过来 就是接近260斤 这也让他成为了当时 NBA最胖的球员之一 NBA管不住嘴的球员有很多 比如约基奇爱喝可乐 奥利尔爱吃垃圾食品等等 但一定要抓一个反面典型的话 那肯定得是米勒 在米勒进入NBA的第七个赛季时 他的体重就已经达到了350斤 成为了NBA历史上最胖的球员 没有之一 超大的体重 不光让他移动速度缓慢 最终也直接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 第七位 西安 威廉姆斯 胖虎在进入NBA时 他就和奥利福米勒一样 体重高达260多斤 相比较于米勒那种虚胖 胖虎的肉很明显都很扎实 他还没进NBA的时候 就有很多球探认为 胖虎的体重过大 以后肯定会伴随着很多伤病风险 但肥胖的问题还是小事 他的场外问题显然更大 就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胖虎在推特晒出他的女友 即将为自己生下一个孩子 但这一举错却惹恼了 著名的成人电影女星 玛利亚米尔斯 他在推特上控诉胖虎就是个骗子 他不光和自己油染 并且还经常出席多人运动的派对 虽然乱搞在美国不算什么 但酒色才是最伤身体的 胖虎这么多伤病 估计也跟他乱搞有关系 第六位 保罗 皮尔斯 皮尔斯毫无疑问是一个传奇的球星 但他同样也是一个 充满了争议性和问题的球员 皮尔斯在球员时期就是问题不断 在他退役之后同样如此 退役之后 皮尔斯开始做起了解说 他在著名体育媒体ESPN 找到了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 在ESPN上班的时候 皮尔斯可以说是节目效果拉满 他不光经常语出惊人 并且还把别人的奖杯给砸了 但在2021年的时候 皮尔斯在家里直播打牌 他一边打牌 一边享受着 自己的私人按摩师的按摩 在镜头面前可以说是极其奢靡 这按摩师是来干什么的 大家心里都清楚 ESPN作为一家正经的体育媒体 显然是无法忍受这种行为 于是他们第二天就开除了皮尔斯 这让他直接断送了解说生涯 并且还损失了超过150万美元 第五位 艾米 乌杜卡 NBA对于球员乱搞是相对来说比较宽容的 但对于教练来说 那几乎是不能忍受 2022年乌杜卡那年带领凯尔特人 打出了非常好的战绩 但在季后赛时 乌杜卡本来应该和好莱坞女星结婚时 但随后就被爆出 乌杜卡和凯尔特人的一位办公室女郎乱搞 很显然乌杜卡这位明星女友的能量很大 他直接把这件事捅了出来 并且不断地向NBA和凯尔特人施压 最终乌杜卡被球队开除 并且他的未婚妻也和他分手 第四位 梅耶斯 伦纳德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 种族歧视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尤其是这些公众人物 一旦涉嫌种族歧视的问题 基本上就要毁了 而梅耶斯 伦纳德身为一个NBA边缘球员 在NBA摸爬滚打了八年 好不容易打出名堂 马上就要签下一份2000万美元的合同 但就因为他2021年的一场直播里 伦纳德口无遮拦 直接开始时骂犹太人 要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掌握着 极大的社会资源 尽管伦纳德立刻就道歉 但他还是被NBA罚款50万美元 并且直接被热火队交易 然后立刻就被踩了 犹太人直接让他从NBA消失 他不光搞砸了自己职业生涯 并且还搞砸了自己的人生 第三位 斯蒂芬 马布里 马布里可以说是CBA 最为成功的外员没有之一 但他早年在NBA的时候 马布里却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早年间马布里跟球队管理层 以及队友和主教练都处不好关系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完全就像是一个精神病人 马布里不仅公开抱怨他的教练和队友 他甚至还直播自己吃凡士林的视频 他如此神经病的行为 也让NBA所有的球队都对他避之不及 当时马布里完全有继续打NBA的实力 但没有一支球队敢签下他 无奈之下他只好来到了中国 成为了CBA的传奇球星 第二位 伦 拜亚斯 拜亚斯是一个传说 当年都说拜亚斯甚至比乔丹还要强 他在大学时场军可以砍下23分 当年他在大学和乔丹正面对抗 他砍下了47分 而乔丹只有19分 可以说是打爆了乔丹 而两人也是同时参加了1986年的选秀 最终拜亚斯在第二顺位被开尔特人选中 在他被选中之后 拜亚斯十分的自打 在那之后 他每晚都要开派对 疯狂的嗑药和酗酒 然而就是因为如此 拜亚斯没过几天就因为 稀释过量的可卡因导致中毒身亡 一个天赋可以媲美乔丹的球员 结果就这样毁掉了 也是非常可惜 第一位 甲 莫兰特 莫兰特纯属是既吃不计打的类型 莫兰特的出身并不算差 他的父母都是精英人士 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也不差 但莫兰特浑身都是底层黑人的恶习 酗酒 嗑药 乱搞 他不光抛弃了自己女友和孩子 甚至还找了一个40多岁女人当女友 对方的孩子都跟他差不多大 而莫兰特除了这些恶习之外 他还没有什么脑子 多次在直播当中将自己的枪露出来 本来第一次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但第二次他又重蹈覆辙 直接让NBA竞赛他25场比赛 但尽管如此 莫兰特依然不长记性 现在还是我行我素 如果真的还有下次的话 那么NBA估计要永远将莫兰特出名了